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底线提名飞天奖 作品永远是演员的护城河 你期待诚意下部作品吗 90岁的老艺术家有本昌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 被问到希望观众喜欢你还是你塑造的角色 他说肯定是角色 这让我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诚意 作为优秀青年演员 诚意底线提名飞天奖最佳电视剧 提名即是肯定和认可 底线作为一部优秀的普法电视剧 里面的每一位演员都非常优秀 诚意更是把青年小法官演得深入人心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挑苦命人 底线很写实 他很生动地展现了基层公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 也教会了观众基本的法律知识 永远不要轻易地去定义一个人 因为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善良有止 忍让有度 我们做人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作品也永远是演员的护城河 一直记得诚意说过的话 当一部戏拍完就要把角色交给观众 观众的喜欢与否和评述才是对角色的最后完成 所以他也会再闲于时间 认真的去倾听每一位观众不同的评述 更是会谦虚地采纳一些值得他学习的点 作为优秀的90后年轻演员 诚意用过硬的实力证明了他自己 小花相信 未来诚意将会有更多佳作呈现给观众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